为了协助0403墙正宗的受灾户 能有安居生活的地方 慈激基金会启动安居计划 与花莲县政府签订合作契约书 在花莲市主商段 占地3410坪的土地上 新建五层建筑的大爱屋 14日上午举办动土典礼 县长徐正卫是感动落泪 一路走来我真的非常非常爱 这一栋就如同刚才的歌词 充满了善汉安 大家集合起来的善汉安盖出来 有牵手牵眼在护持着 很多事情难行 但是要克服一定费心 而且要坚定的往前行 昨天晚上花莲才下一点点雨 我们的树花从得到和人端又封闭 昨天才主管我害怕我们推出了这么多 一盆冷水又敲下来 我该如何带着32万的香气活下去 难行也得行 要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我这一路上我非常谢谢所有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所有的手在乎 给他们掌声一下五个多月了 我相信还是很辛苦 在这很辛苦的同时 他们对于花莲县政府有非常非常多的包容 书花逢雨就断让花莲人陷入观光和经济的窘境 县长徐政委感谢一路陪着花莲走过商控的慈激基金会 以及所有帮助过花莲的人 增援上人在灾情发生时第一时间复灾区关心 也为今天的动土典礼送来一段祝福 非常荣幸代表上人来攻读他的一封信 面对无常 人人当之平安就是福 能够把握英言互出力量助人 就是有福之人 只计用善与爱投入圆建工程 期待善的种子升职在人人心中 让爱的能量深深不渠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美善的时刻 并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 虔诚祝福人人欢喜自在 日日平安吉祥 佛教慈激基金会创办人 市政委何时 在众人的祝福与掌声中 与会贵宾与良辰及时一起为大爱屋动土 也希望花莲此后能无灾无难 第一禅 祈愿风调雨顺 国泰余安 社会享和 第二禅 祈愿电机永固 祝福生死 人间进化 第三禅 祈愿动土大吉 东城确立 圆满吉祥 大爱屋动土后预计新建可容纳352人的五层楼建筑 规划套房共112间 双人房32间 每户含公设约16.82平至29.56平 社区内设置有社区中心 汽机车停车位 电梯等 同时兼具中继及永久安全性的社区功能 预计一年后可以完工 在为期三年的阶段性任务后 即剥交宪府作为社区住宅之用 花莲加油 多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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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小 vergessen